近日,张博之的前经纪人,向华强太太陈兰,士气片场耍大牌等几宗罪,而向华强正式放言封杀张博之,永不入用。 纵观张博之这几年,事业可谓曲折,2010年,与昔日恩师二东升反目,2011年,揭片那轮为票房毒药。 对此,张博之回应表示尊重向华强的决定,并解释在剧组过得很愉快。 张博之回应称,向先生决定的所有事情我非常尊重,向太一直说把我当女儿看,所以希望他们都不要那么生气了。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好,我也很感谢他们全家,他们对我的好我一定记得,一辈子都忘不了的,无论什么时候,在我心里,他们都是我的亲人,不能继续出演此片,可能是双方理解上的误会。 从训练到开拍,我和剧组的工作人员相处都很愉快,很爱他们,舍不得他们,拜托大家不要有其他的猜测,大家加油,谢谢大家。 网友评论说,有些人他注定不平反,张博之出道时惊为天人,清纯美貌大红大字,后嫁做人妇,爆出不亚新闻,人生事业家庭都受到重创,当初他的脾气更大,怎么就没有被经济人嫌弃? 网友一直平碎表示,张博之因为性格问题,被向华强宣布永远弃用了,还是忍不住,还是想替他说几句话,所谓的业内人士,好多都是人走茶阳翻云覆雨的大坏蛋,看到他过气了不如以前红了,就把他贬得一文不值,认为他演纯情少女和风情女人都没人看,脾气又大,被张博之的待遇绝对不如从前,他当年比如今脾气还要大,却没遭遇抛弃,也有网友表示, 如今弄成这样都是他自找的。